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高身佛多结羌佛的真身将士 他是几千年的佛史上第一位不收供养的佛陀 他说法时通俗易懂 深者见其深 浅者见其浅 他的五名成就佛史第一 他就是HH第三世多结羌佛 本期节目让我们一同踏上 探其佛教根本弘扬正法的发现之旅 在漫长人类历史长河中 能够传承久远的是文化 文化之中影响最久最广最深刻的是宗教精神 纵观世界的历史 你会发现自古以来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 佛教不仅是社会稳定发展和平重要的力量 还在文化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方面 更是起着先锋的作用 世界上的哲学流派有非常的多 但是这些哲学流派呢 它基本上都是从个人的主观意愿去出发 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社会上的这个哲学流派那么多 而且争论也非常多 就是这个原因造成 那么佛教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是不一样的 它不从主观出发 它是建立在宇宙真实真地的基础之上 那么它也就是一种最科学 最客观 最完善 也最美好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 在世界文化多元和局中 佛教以其独特的出世精神和入世情怀 正越来越演化为一种引领世界文化发展 和拯救人类命运的人文精神 正因如此 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法至关重要 而能够弘扬真正的如来正法 更是一种大善缘 一种大德 HH第30多节唱佛来到这个世界 带来的是完善的如来正法 目的就是帮助众生 学佛修行 成就解脱 几十年来佛陀日夜相继的 不辞疲劳甚至慈悲地教化众生 在这教化的过程当中 因为测见众生的根性 所以用浅显的语言 将高深的佛理做了清楚的诠释 那么在当中文化的人呢 可以身者见其身 前者见其浅 步步深入 最后呢 就能领会证悟到三藏的精髓 那么佛陀除了宣说宇宙人生 至高的真谛之外呢 还有许多是在善巧的契机 修行的指导 并且强调修行的重要 与修法的关系 以及很多英国不媚的道理 无论是佛教界的各宗派的领袖 大圣德 大法师们 他们在听闻之后 甚至还有社会上的各界人士 大家都获得了无穷的利益 并且对佛陀呢 佩服的五体投地 这位HH第三世多结枪佛 便是始祖报身佛多结枪佛的 真身将士 宇宙间所有的佛陀菩萨 都是学习多结枪佛的佛法 而成为佛陀菩萨 他在佛史上第一次提出了 哪些属于错误的或邪恶的知见 总共一百二十八条 就是为了恢复佛法的本体 强调修行是成就的根本 如今羌佛做下成就的弟子众多 而羌佛被称为佛陀 是被各大教派的领袖们 一致认证赋议的 佛陀的概念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无上正等正觉 欧罗多罗三妙三菩萨 也就是他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 正到了人神宇宙真理 他本身就已经是与天同受了 与宇宙同体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其实讲上几千几年 其实都是讲不完的了 要完全真正的彻底的清楚明白 这个佛法真理 其实我们就要看什么 我们拿摩第三十多节枪佛的佛书 戒心经说真理 还有集圣解脱大手印 还有两义经 还有修行法等等 还有佛法经水 以及我们佛陀师傅所说 法的几千篇的法音 几千篇法音实际上就是几千部的经书 每一部法音是佛陀来到这个世界 就叫经书 纵观当今世界佛教内部乱象丛生 佛教界正确的佛法教义 及佛教之圣德非常稀有 为解脱众生 匡正佛法 无量至始祖 报身佛 南无第三世 多节枪扶 降世苏婆 为众生带来纯净圆满完整的佛法 还原了苏婆佛教教主 释迦世尊的教法 我是来自于台湾 当初在台湾创办佛学院 我自己也在佛学院里面讲课 但是我所讲的事实上 它就是佛学 当我在深入的时候 我才知道佛学跟佛法完全是不同的一个领域 虽然我在佛学院上课 但是当真正有事情来的时候 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 因为缺了佛法 所以当我得知我们这个世界上有真正的佛斗注释的时候 我从内心发了一个心愿 无论如果我一定要拜佛斗为师 学到真正的佛法 要不然作为一个出家人 我怎么样来帮助众生利益众生 没有佛法 什么都是空洞的理论 我在佛斗师傅听见已经近二十年了 在佛斗师傅身边 所见所闻 就是我过去深入三藏当中 那一些境界 真正的佛法 所以拿我们第三次多解枪 我来看我们这个说谱世界 就是为正法而来 而在佛教当中 把宇宙之间所有的知识改革为五种 全部掌握并且达到了行业的顶尖水平 就称为明 所以佛教里面有五明 释迦摩尼佛规定 所有的菩萨必须具备五明 而佛陀更是五明之王 走进第三世多解枪佛文化艺术馆 你将身临其境中找到所有答案 我们大家所熟悉 而且敬仰的HHD三世多解枪佛 在整个几千年的佛史上 五明成就是第一 第一顶尖的 那么这个第一顶尖意味着什么呢 这就说明佛陀通达宇宙的一切 然后把这些知识 道德介绍传播给佛弟子 导引大众走上有道德 有文化 有知识的道路 从而促进了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 时代的进步 HHD三世多解枪佛曾经公开跟大家说 给大家五年的时间 任何人问任何问题 枪佛是有问必答 没有回答不了的问题 枪佛没有回答不了的问题 大家想一想这是什么概念 如果不是那宇宙与方寸之间 握须迷于手掌 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吗 更重要的 HHD三世多解枪佛 带来了纯正无偏的完整佛法 佛教 佛学 纠正了这么多年来 被祖师们给偏邪了的 和被外道污染了的佛教 然而各正法道场 弘法人才匮乏 素质参差不齐 为此在美国加州 洛杉矶旧金山 创建多家学佛院 为正法道场培养优秀人才 确保第三世多解枪佛的 圆满完整的佛教教法 能正确无偏地传递给大众 我们宁学佛院 有很多各地来的 有国外来的 来到学佛院来学习 学习的都是 从佛多的说法当中 他们都领受感受 甚至非常大的一个受用 所以不远千里万里而来 来学习 因为这个解脱大手印 是佛多师父 这一事带来到我们 娑婆世界最大 最伟大的一个法 那个人学习了 都充分的有它的受用 希望大家好好的来 服务社会 如何做一个善良的 一个国民 或者说教导我们弟子 总一定要好好地为众生的利益作响 文法上司 经过考试 然后在各个的地方 然后有带领大家愿意 闻闻闻脱脱的法音 学习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佛教徒 如何做一个最好的修训 学佛院 学佛院属国际性佛教人才培训机构 目的是将真正要学佛的人 培养为具真知正见的 优秀佛学学者 具有实修实证的正量之人 明信因果 远离空洞玄说 封建迷信 怪力乱神之类 佛陀 The Photogoku 人也不仅儿像做 佛陀佛天不仅儿像 佛陀同心 跟佛陀佛内 正如同愿 上论 他们更加含戒 也不仅儿像 佛陀佛内 华陀佛内 佛陀佛内 也更好啦 繊細 理解 解 佛陀 彰显出佛教文化 在这个文化璀璨繁荣的新纪元 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而持一心 持管付出 从来不收任何供养 为整个社会道德提高 文明进步 文化发展 永驻力量 一直一直第三次都在墙头 来到这个世界上 带来了祝高无上的佛法 解脱大手印 是我们全人类的福音 因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不管你有没有信佛教 或者是你非佛教徒 不论你有没有忠孝信仰 主要我们认真学习 解脱大手印 那么我们每个人都会变成最好的好的 那么我们相处在这个世界里 将会一个祥和 繁荣 富质 安定和平的世界 世界政治 经济 文化格局 已进入现代化 国际化时代 为适应国际化形式 HH第三世多结枪佛 丰富佛教文化内涵 发挥佛教文化中调和各种理想 打破各种封闭的意识形态 开启和承担 促进文明发展和时代前进的重要作用 他第一次是将同性基于佛教文化 说我们应该务目的 我们这一切最后再次成功的 徒书和理想传统领 和因素 亢称 为其他的一位 最有趣的影响 佛教文化是 它是融化 是融化的 and that way 我们能有影响 各种圆重行和信心 但是 它并没有泄断 或议课视 其他的信心 都是药 多年来,HH第三世多结羌佛,亲自传授了神圣的佛法。 弟子们依法而修,不但是现实的生活可以得到利乐圆满, 还有众多能到往生佛国,生死自由,甚至更高的境地。 羌佛一心关注众生言传身教,一直走在利益众生的道路上。